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安裝分享的車種呢 是INFINITI的休旅車EX35 那這台是08年的 是3.5升 這台算是NISSAN還有INFINITI的很知名的引擎 因為35年紀或者是G35的話 還有相關NISSAN的車系呢都是用這顆3.5的引擎 動力的話也是相當的豐沛 08年款 前面的懸吊系統呢是雙A懸吊 四輪驅動的版本 前面的雙A懸吊我們所配置的話呢 是200長14公斤的彈簧 那它的懸吊系統上面呢 就跟35年紀還有其實像是NISSAN的戰神 GTR的話呢也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是有傳動手 那這裡有一些基本的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 那上座的話雙A懸吊 所以我們有附了一個強化型的上座 那車高調整的話 今天預計大概兩指半到三指幅左右 因為車主本來也有改裝了避震器 所以它的車高呢 是要維持跟原來改裝避震器的時候的車高差不多 這裡有傳動手 所以這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基本上這個的在更大型化的話呢 就是FX系列或者是Q70的系列 那車高的調整呢 是從腳管可調 統身可調 所以它是從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之後 把它長度拉長車高就變高 那它整體的車高調整範圍的話呢 算是比較寬裕一點 因為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主尼有的話 所使用的主尼有 是義大利一整筒進口的IP的主尼有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unlocate的油封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基本上這一台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之前原來有改裝的話 應該就只有避震器的部分 那這個是雙愛懸吊它搭配出來的 前面的防心感相當的舒服 這應該有超過大概快接近三十了 這是原廠的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後面的懸吊呢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 脫衣幣的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後懸吊系統呢 像是350G啦 還有相關的車系的話都是用這樣的 TNR也是大概類似一樣的懸吊系統 它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上座的話呢需要沿用原廠的 它的後面的公斤數我們所配置的是十公斤 那這一台其實在定位上的話 它的角度呢相當的多元化 在這裡的話呢這個螺絲 這個是可以做後輪的頭映的調整 那後面的CAMBER呢 它原廠也是能做調整 所以它能夠對應出來的角度呢比較多元 那底盤的零件其實也都用的還蠻高檔的 哈囉小豬小豬好阿偉好 那後面的話我們有附防塵套 還有附一個緩衝的饅頭 那阻尼調整呢 後面的話是做在桶芯的上部 預計今天的車高是大概兩指 後面也是一樣齁 大概兩指半接近三指幅左右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是從彈簧的上方這個機構呢 來做調整這個的話它每一個每一間便器所設計的 調整機構不太一樣齁 我們是把它上部原來有一個很大型的 倒三角形狀的橡皮呢需要拿掉 那我們有附一個橡皮 也有附一個調整機構 是做在這個上方 調整機構的話是做在上方 那後面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不要預載彈簧過多 如果我們把桶芯呢 這裡的桶芯說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會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後面的上座在這裡齁 在這個地方齁 後面的上座呢需要沿用原廠 它的設計跟Focus的話有點相近齁 是從由下往上鎖 所以基本上呢 是不需要拆到內裝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尾部齁 算是一個中大型的休禮車 這是原來拆下來要太換掉的 應該是有點故障的避震器齁 也是高低可調 軟硬的話好像不能調整 那這是原來的鋁圈跟輪胎規格 原廠就已經搭配十八吋 原廠是搭配十八 二五五五十八 這個是在接下來的就是370Z的引擎 就變成是3.7升的NA引擎 那它的上部的阻尼調整齁 上部的話這裡 這裡有三顆螺絲 這個就變去前面上座的螺絲 它的屬尼調整機構呢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KT的小LOGO 從這個地方呢 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的話它就變硬 逆時針呢就變軟 所以從這裡呢 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不用再拆到內裝的部分 這邊的話 駕駛座這邊會更清楚一些 那調整的主要的技巧呢 左邊跟右邊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有差異沒有關係 像這裡的話 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這個是VQ35的引擎 前面可以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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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我們安裝差不多了 只有剩下 左後還沒有安裝好 這個是原廠的18吋的履圈 這邊剩下桶先還沒有裝好 你好,附廠的阻尼 装我们家的弹簧应该是不行 因为附廠的 他的悬吊系统是搭配附桶的 所以附桶的话呢,跟这样的不太合用 单酸零大零的也是一样的车款吗 还是其他车款 因为车款不同的话呢 回复的答案也都不太一样 现在师傅要准备装轮胎了 其他车款了解了解 因为像是原厂的弹簧呢 他走的行程比较长 那改装的话呢 他是走单桶系列 像这个是Apollo品牌 他是副桶的,但是他的行程呢 基本上也都会比原厂的还要来的短一点点 所以如果原厂的阻尼跟改装的弹簧呢 基本上是不太有办法匹配的 我有前几天有帮一台W205的C63 他的前面的话虽然是副桶的 但是他的桶身呢走的行程比较短 所以我们就有办法帮他改成直卷弹簧 所以不同的车种呢,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那Persale的话呢,就建议要配上 前面要配上是原厂的大卷弹簧 才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配上直卷弹簧的 有问题的话不用客气啦 再跟我们小编联络 OK,以上是今天的一叉三五的安装直播分享 那如果有问题呢,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拜拜